2019年11月11日,有網民發起三罷行動 23歲女受課員鄧朗程在元朗參與倒路 早前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 裁判官施祖堯在屯門裁判法院判被告監禁四個月兩星期 裁判官判刑時指,本案集結人數不多 無人衝擊或挑釁警方 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有領導角色和集結時間持續 但案發時正值戴三罷的反修例高峰期 有人以責物堵塞車路對公眾造成不便 元朗大馬路為主要交通幹道 路邊有許多巴士站 市民拉爾上班,倒路造成極大不便 挑起市民不滿,有潛在爆發暴力的風險 而被告手撿磚頭,戴上深色口罩掩飾身份,增加暴力的風險 事冠有不接納被告稱受人煽動參與集結 認為他當日清晨到達案發現場 戴上口罩和一度手持磚頭,明顯有備而離 而非一時衝動,不招納他有真誠悔意 事冠以5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 考慮到被告在2019年被捕後一度獲釋 到2021年再次被捕 本案歷時約3年,因案件延誤扣減2週至監禁4個月2星期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